不能没父母啊 我看这里头所有的人 没有一个说我没父母的 你生的时候一定对母亲生嘛 生完了一定有嘛 有了这个别离啊 别离人家是有感情的 苦不苦啊 在心里很硬 我要出家 我真的很坚决 在你妈妈手里哭的时候 你心里还是难过啊 不过你一直坚定 说我要出家 我得好处的 我将来我出家成就了 妈妈我好救你啊 我度你啊 他也得难为 有的母亲家庭的 这几个都是原来的善根好 那你母亲送你出家的 这很多 咱们家里头很多母亲送出家的 那说通了 大家都得好处 这是事实啊 不能抹杀这个事实 但是为什么 这不是怀疑啊 这个问号是 为什么这样做 每个人都都回顾自己啊 我为什么要出家呀 这一面怎么生起的 为什么我达到目的了 我已经出家了 出家了 跟在家了 就是不同 这不同呢 在家了 早去 你上学时候还记得吗 你妈妈叫你 你也不耐起来 还要绵床睡 有的人记得吧 现在人家一打板 没谁叫你 你反正就爬起来 这就自愿 自愿他就高兴了 你自己愿意做的 那个你不愿意做 还有这样的 小孩子经常说啊 小时候不懂事啊 你们在家里都吃饭 我去跟你们都说 我不干 都有啊 你这种理解 是什么理解 这叫四间相 我把人都经过嘛 四间相入室 四间相 好 日天咱们下回再讲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 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 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花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蟹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至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友情 各位慈悲的生命菩萨 你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就是生命菩萨 我们就一起在关心了世界 关心了所有生命 那些被杀死的动物 那些被超度的 这些痛苦的众生 生命电视台 一打开 就把这个力量 一直在关心了他们 我们的家庭也得到了进化 所以各位一定要 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 收看生命电视台 按照生命电视台 在佛陀佛的正法来修行 那么更要护持生命电视大道场 让它法轮常转 普度众生 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 慈悲众生 和谐家庭 欢迎收看 并护持生命电视 让此音转动 化解烦恼人心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小儿科医师陈慕荣 全球武汉肺炎疫情快速变化 相关防护措施也要配合升级 出入人多的公共场所 要遵守政府防疫社交距离 注意事项 才能妥善防疫 让你我都安心 提醒您 搭乘所有大众运输工具时 务必做到以下事项 一、全程佩戴口罩 女劝不听者 最高可处一万五千元罚还 二、配合测量体温 三、避免交谈 四、不要饮食 出入公共场合时 请保持室内1.5公尺 室外1公尺距离 若无法维持社交距离 请全程佩戴口罩 感谢您的配合 也请大家给第一线服务人员 支持与鼓励 不要让防疫的距离 影响你我心的距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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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电视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